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球性品牌希望在台湾选出成为品牌代言人的国际级模特以及歌手 这次在台湾举办北中南三地的大型海选 吸引了超过一千位怀抱梦想前来挑战自我的年轻男女 在模特儿组第二阶段选出二十八强 参赛者们纷纷拿出看家本领要取得晋级机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3年10月晋级模特儿组的二十八强 前往台北市信仪区某知名展演会场 准备迎接前进Big Stage的第一场挑战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热爱模特儿工作的女孩 我曾经参加过各式各样的模特儿比赛还有课程 就是为了想要证明自己 当模特儿就是我从小的梦想 因为我妈妈以前是模特儿 所以从小就有知道关于模特儿这些这方面的事情 所以就觉得很想从事这个行业 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参加过校园选帅的比赛 我觉得成绩都不错 那我不想只当校园的帅哥 我想要当台湾帅哥 所以这个梦想一直在我脑中 现在我想要把梦想抓住了梦中 这样子 所以就来参加这个比赛 就是慢慢地长大之后 然后在电视上或一些秀场 然后就会看到一些模特儿在走秀 那种发光发热的感觉非常好 我觉得这一生模特儿就是我的目标 我一直会这么急着来参加这个比赛的话 是因为我妈妈在八月的时候过世了 然后我觉得说我还没有努力给她看 还没有成功给她看 所以我觉得我相信她还在我旁边 还在我身边守护着我 所以我一定要在她还没有离开我太远的地方 我要好把握现在的机会 大家好 我是婉若姐 非常欢迎大家历临Big Stage的舞台 在接下来的五集节目当中 你们将陆续地接受各种不同的考验 成为一个真正专业的模特儿 我会严格地审视你们每一个人 在舞台上的所有表现 在今天第一个考验当中 我们将要看到你们 在这个伸展台上面的表现 一个好的模特儿 就像是一个不能说话的舞台剧演员 我们非常期待 不管在这个舞台上 遇到任何突发状况 任何的困难都能够有稳定的表现 我非常期待在接下来的舞台上的行径中 看到各位你们非常从容的 而且专业的在这个舞台上 拥有属于你自己精彩的表现 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加油 本次比赛将由台湾时尚模特儿界的推手 陈婉若小姐来担任本届比赛的总评审 她将会带领名模艺人李佩旭 国际名模张嘉瑜 自身秀导于凡康来担任把关的评审 本集将要让参赛者与专业名模搭档走秀 而这次由名模于秉燕领军的伊林模特儿们 将会在走秀过程中制造状况 来考验参赛者们的临场反应 而本集将要淘汰13人 现在叫到名字的人就过来 你也可以先走 出来是个定点 所以你也是一样 Cue你出来 你就是一样 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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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信奋又紧张 因为信奋是可以看到好像大明星 然后又好像看到未来的自己 那紧张是 可能原本就没有走得到很好 然后在他们旁边走起来 可能又会更加的不好 你来个人去出走位就好了 你走吗 有问题要讲哦 沒有 好 OK 決定嗎 感覺你的眼神蠻多疑惑的喔 有點緊張 然後就是第一次參加這種模特兒的比賽 然後我希望就是可以像大家一樣走得非常出色 很期待 非常期待 我很想知道就是 真正的模特兒在台上走路的樣子是什麼 記住喔 你要是不是行李小夢 OK 好 然後回到中台一樣定點 然後回到背板定點 我很緊張 而且因為他們非常的專業 然後我怕我跟他們一起走秀相情之下 我看起來很笨拙 對 但是我還是希望我可以把每一步走好 然後讓所有人看見我的熱心 熱情 還有對夢想的堅持 來 最後一句我們來打牌吧 很開心耶 因為感覺跟他們一起走秀 我就可以跟我同學說 我跟誰誰誰誰一起走過秀 就會覺得很開心 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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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者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仍然非常努力地练习台步 但是专业模特儿们却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开始比赛咯 老师今天找我们来 这个Big Stage的比赛 会希望说我们做评审 这样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切入 是因为我们自己 现在所从事工作的这个感觉 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还是什么的 基本上我选评审的标准就是说 一定要在这个行为业 你已经十年以上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们都十年以上 而且都有成 是 然后有从秀导的角度 有从资宣名模角度 也有从名模艺人都可兼顾的角度 所以就是说对我来讲 比如说我一个秀导的角度 去看待他们这些人的时候 我就要去看他们在舞台上面的状态 以及他们可以在舞台上面 整体融合状态的这些事情 那我就从 因为我自己演技的 累积的应该是表演经验 比较重要 舞台媒体 对 媒体就从我们这个肢体 或者是一个 能不能有一个泰然自若的 一个演员自信 舞台在表演者自信的角度 去切入 身高嘛 不外乎就是外在条件 而且我觉得其实台步这件事情是 有一点天分在里面 简直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相信任何人 经过教育训练 经过磨练 他可以有某个部分改变 是不是 你们每一位都是 完顺的 完顺的 红绿的好不好 对 好 男生 一位 这边怎么会过来的 进行完彩排后 秀岛安排最后的队心 而参赛者们也都怀着一颗 忐忑不安的心 准备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不错 我希望你会让你 参赛者们 赶紧 不要把焦点放在地层身上 做出托语的表现跟表情 脸很猛 然后我也觉得很托语 一种 一种 要把焦点放在地层身上 做出托语的表现跟表情 不要把焦点放在地层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样